Hello 大家好 时装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奥斯卡 过去的一年 过去的一年我在干嘛 60吧 因为我好像不记得 过去的一年我在干嘛 好像参加了另外一档节目 当时 第一档 我人生当中第一档节目 对 那就55吧 25 所以两年后 没有 还没有过 三个 25岁的话 我希望我当时 有点小钱 开心 幸福就好 其实开心的话 还好 对主要是对我来说 有意义的事情就是 去年参加一个节目 然后今年又参加一个节目 最重要的一个决定是我决定去创造影这个决定 如果我没有做这个决定的话 可能我现在 我肯定现在不会坐在这 然后去拍一些我喜欢的东西做一些我喜欢的事情 对 就是我觉得我现在正在做的事情就是 我非常开心我能够去追寻自己梦想 因为如果假如我十年过后我没有去努力的去追寻自己梦想 我要后悔 我就尽量不想做让自己后悔的事情 所以我现在 我觉得我现在就在做 很有意义的事情 奥斯卡斯的新剧 Man吗 Man 我比较喜欢的是 Zico前辈 还有 J Park 还有 其实很多前辈们 前辈们 很多都让我很尊敬 但是我最尊敬的还是 J Park和Zico 还有全是网络 他们三个 二十三岁的我 我想 不跟 任何人说 然后不跟公司说 就买张机票走人 就是 我觉得我会把工作放在高 然后 空闲生活的时间放在 以前更低一点 因为 我是一个从什么都没有 然后现在好不容易有自己的工作的 这一段过程 所以我知道 这一段 现在这个时间对我来说很宝贵 所以我还是以工作为主 我觉得我父母那一代的年 年轻人也挺疯狂的 就是 大家年轻的时候都做过一些挺疯狂的事情 好像都能 就是好吃的都能让我 感受到幸福感觉 我喜欢吃那种 其实我喜欢吃那种 热量很高的 但是因为最近真的拍摄太多 我就 不会吃那些东西了 就是 还是有控制 有 其实很多 我觉得很 生活当中很多小的事情都会 让一个人的一天心情改变 像我做指甲 然后 然后像我买了一件新衣服 或者建议衣服好看 或者我建议发型好看 就很多这种小小的一些东西 都会 让我这个人 我这个人好像比较容易满足 只要是在我的那个点上的话 嗯 我想又有那种 瞬间移动 对 因为我想去哪去呢 我想吃哪个国家的饮食 我就马上能吃到 然后想去见谁 我马上也可以去见到 喝咖啡呗 其实因为创造营的时候 真的很多时候 我们上舞台之前可能都困 然后就喝一些东西 能量 饮料啊 或者是 打对方 两下 就这样 性别自由 我希望 我以后的 我生的孩子什么的 我会希望他们 可以自由的去选择他们喜欢的 生活方式 或者是 喜欢的人也好 就希望 每个人能够去跟自己 喜欢的人在一起 不关性别 不关任何事情